Hello 大家好 我是来自Gorex Timepiece GDC4的小刚 我们又见面了 其实很多朋友经常问小刚 只有这种就是目前市场上非常火的 一般上单单就只有这种潜水款 这种潜水表 难道就没有别的一些 就是戴上手会很有型 就是很有个性 而且很热血 很sport的这种款式吗 那小刚会打你这个GMT 这个两地时间这种表款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也是被共认为 目前来讲 不是目前 都是一直都被共认为 是最实用的一个 在我们的腕表当中 这种机械表来说的话 最实用的一个功能 那它除了有这一个潜水表这种研制 它这个外观的设计 都是好像那一种潜水表 都可以做到好像潜水表那样子 非常有型的那一种高研制 我们讲 当然它也导入了 在面盘中导入了一个第四支针 这个就可以让你来看 第二个国家的这个时间 这个所谓的GMT 两地时间这个功能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盘一下 马币一万以下 十千以下的这个款式 有一些 哪一些是今年年度 就是说 目前市场上你还可以看到 还可以找到的一些新的表款 值得大家去看一看 小刚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这个会做几集的影片 可能会好几个价位 或是马币十千 一万以上这些 所以如果你喜欢这一期的这个介绍 那留意小刚的影片 第一款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SECO 进攻这个品牌 哇 讲到进攻了 可以说是这个万表界当中 这个雪霸 简称为表霸 那因为你要贵的 它有贵的 就好像Credo Grand Seco GS这些 你要便宜的 它有便宜的 而且都一直推出很多这种 高性价比 高CP值的这种款式 那今天要讲的这一款 真的是非常值得推荐 非常非常高的性价比 为什么呢 从颜值到机型 通通都是它的特点 那我们现在一起来盘一下 快速的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全新2021年 SECO Presage 系列里面 推出全新的 这个GMT 这一款式 那为什么我讲外观 这个颜值呢 是它一大特色呢 那你看到 我发一张图片给大家看 它这个大个 Grand Seco GS 那在进攻的这个品牌旗下 你要有这一种 这个机械表当中 有这个两地时间GMT 其实还真的 几乎你看不到的 那如果你要找这一种 你只能在这种 Grand Seco 这个GS 这一种 灌篮值这个等级 才会看到 而且价格都是 介于这个两到三万马币 就是二到三十千左右 价格是非常非常安贵 而且这个据小刚 问了之后 这个价格应该只有几千马币 那你看它这个颜值 它这个外观 这个设计 整个壳的那一种 切割的角度 真的是一大的特色 完全跟它这个 Grand Seco的这个GMT 非常非常像 而且你看它的这个面盘 它的这个手 这一种雕刻的这个花纹 真的是非常有这个 日本的这种特色 我跟你讲 那再来就是机型的部分 那小刚看了之后 它机型是用这个6R64 非常特别的是 两万八千八百平胜率 就是4Hz的这种机型 不是我们一般看那一种 3Hz 两万一千六百平正率那一种 我真的非常多的一个惊喜 再来看一下 原来它的规格 只有42mm左右 防水还有100米 这一些 尤其是还有四个颜色 小刚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中赫色 好像这个Rubia 这一种 劳力士那种 GMT那个Rubia 那个中红色 中赫色那一种 跟这个绿色 我个人真的非常喜欢 当然它还有这个经典 这个黑色 跟一个蓝色那第二次要跟大家分享的就在这个瑞士名表当中 非常火的一个品牌 也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就是美度 MIDO这个品牌 这个Ocean Star的GMT 海洋执行的这个两地时间这个GMT 那说到这个Ocean Star可以说是让这个品牌瞬间火起来 那就是全靠这个Ocean Star 因为它出了这个也有这个普通的这一种潜水的款式 当然它也有这个两地时间GMT这个款式 而且颜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有心 它有这个玫瑰镜这种的尖镜玫瑰镜 然后是这个全不锈钢 这一种面盘有点橘色的 或是这个全蓝的这个款式 那主要为什么它说这个瑞士这个名表入门当中呢 非常高性价比呢 因为是你看它这个机芯是可以高达80个小时的这个储存动力 而且还有这个GMT的时间之外呢 防水也是可以高达200米 哇你说真的是非常的特别 一个44mm的这个表格 那厚度也是在13mm左右 第三款要跟大家介绍呢 这个价格也是刚好像小刚提到那个美度 都是折扣了之后 入手价格都可以在5000以下 你可以马币5000以下你都可以找到 也是一个非常有历史的一个瑞士名表的一个品牌 Hamilton哈密尔顿 哇这个Jazz Master GMT 哇42mm的而且还是 那这个Jazz Master听下去就Jazz非常的绅士 非常的斯文嘛 对不对 对所以你看它这个表是做了这个颜值啦 整个设计是比我们刚才看那种有一点不一样 那它就少了这个怎么说 这个潜水的那一种非常硬汉的那一种表圈 所以看起来就比较斯文 那还可以来当一个日用表那一种 就是上班这种正装表啦 那你来看它有导入的这个GMT这个功能 这个第四支红色的这一支 而且它这个10点钟方向多了一个龙头 就可以给你拿来把玩这个GMT这个功能 哇这边我觉得这一支表真的特别多了 更多的这个乐趣啦 那就不像我们调那一种GMT 非常单调就用了这个 跟时间是共用一个龙头的 那这个就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那再就是它这个面盘的这个外圈的部分 你会看到它也是有每一个国家的那个时间在那一边 所以怎么说呢 就让这个GMT的功能啊更加更加的实用啦 而且动力储存也是一样这个 因为它是Swatch旗下的一个品牌啦 也是一样用这个非常耐的这种机型喔 ETA这个机型 动力储存是高达50个小时喔 那第四款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一个小众的品牌喔 Christopher Watt C65 Trident GMT喔 哇 你看这一支秒针这个Aquaman水行侠那个武器 海龙王用的那个三叉杖那一支秒针的设计在面盘喔 非常非常的霸气喔 那说到小这个Christopher Watt啦 在小众品牌当中啦 是非常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因为它这个品牌也有推出自己五天储存动力的这个自家的这个机型喔 那接下来讲的这个是一个41mm C65 Trident GMT 这个两地时间这个款式 而且在市场上喔 还是非常非常火的这个 这个在小众品牌当中喔 是一款非常火的这个款式喔 那你会看到它非常多的这个特色啦 整支表喔 虽然是小众品牌 但是完全没有超任何一个品牌喔 的那个设计喔 它非常有自己这个独家的这种设计喔 那第一个设计 你就是看到它这个秒针喔 这个非常跟这个名字啊 非常相呼相应的一种Triident啊 你会看到用这种三叉杖啊 非常的霸气喔 哇 这个设计感是满分的 小刚讲行到眼都爆喔 那再一个就是你看到喔 12点钟这个 Christopher Ward的这个 logo 是印在这个12点钟的这个面盘上面喔 那9点钟它就写了这个名牌 这个品牌的名称喔 Christopher Ward 所以它是把它区分开来的喔 非常非常的独特 夜光的部分 你会看到它是用那种做旧奶黄色的 配上这种 也是一样做旧复古用的那一种 古起的这种 蓝宝石的玻璃镜面喔 哇 配上这种 怎么说呢 这种这个 不锈钢的这个表圈 还有那个橘色的那一支针 那个第四支的这个针啊 有一点 颜色的配色方面呢 就有一点带出那一种 那种这种古董劳力士那一种 Rolex Explorer 碳二的那一个味道啦 我觉得这样子做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设计方面呢 完全是有自己 完全没有超任何一个品牌喔 真的是做的非常非常的漂亮 那甚至它有出的这个白色表圈喔 这个颜色表圈的部分呢 那个两地时间表圈 它有用到这个白色蓝红的这个表圈喔 哇 蓝红表圈那一款白色款喔 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的喜欢喔 再来就是基金的部分用了这个 Slitter Base 这个改的喔 SW330这个基金喔 它这个动力储存呢 是超过40个小时的喔 这个 不过这支表应该需要在网上喔 你去到它的官网 official website就能够预定喔